新北市淡水区沙伦路的行民隧道 从通车到现在已经满一年多的时间 但不少用路人对于隧道路口的标示和耗制不清楚 容易造成混淆感到困扰 就连当地的里长都说 他自己骑车行经沙伦往新市正的方向 隧道口的红绿灯和车道指示灯 很容易看错差点就闯红灯 相当危险 位于新北市淡水区沙伦路的行民隧道 从完工通车到现在已经满一年多的时间 但不少用路人对于隧道口的标示与耗制不清楚 容易造成混淆感到困扰 就连当地里长都说 他自己骑机车从沙伦往新市正方向 隧道口的红绿灯与车道指示灯容易看错 差一点就闯红灯相当危险 这个行民隧道口 三个箭头的绿灯 因为我们常常都混淆 尤其在红绿灯在变化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本身也会碰到 之前就是因为三个箭头绿色的 我看以为是我可以执行 我就跟人家差一点就碰撞了 所以这个蛮危险的还是需要把它拆翻掉 这边去到这边要看哪个镜头 我看不到去 不敢走 他的指示不明 不明确 对了他指示不明确 走过去不知道要看哪一个 对 你从这边过来 我也不敢走 对啊 里长说从沙伦路往新市正方向 在进隧道前的红灯停等区 必须都看隧道口旁边的直立式红绿灯 但是后方的隧道指示灯 绿色灯号箭头相较之下 又大又明显 常常被用路人误认为绿灯 因而闯了过去 造成危险 对此新北市议员蔡景贤也会同相关单位 来到现场会看 所以外来是因为这个红灯灯的标注不清楚 所以不清楚的时候 他跟他红灯灯灯没那个支持牌 所以这样造成这么常车 今天特别来看这个红灯灯 有一个指示牌 有一个级灯的级灯 这样更清楚 所以这样才才没车好 还有一个沙伦灯灯 如果车派的这么开 不然我们就不要开那沙伦灯 开起来大家都会看 有一个看那个 还是看红灯灯没啥啥 由于依规定隧道必须要有车道指示灯号 平常都是维持绿色箭头灯号 有事故或者是维修才会转为红色 但是这三座不仅是太靠近路口 而且又比红灯灯的尺寸大上许多 新本市议员蔡景贤表示 在会看之后要求相关单位 先将这三座隧道车道指示灯关闭 改善路口的标线标蓄 并且在沙伦路往新市镇方向的 红灯顶等区旁边 多设置一座红绿灯号炙 让用路人可以更清楚 避免再有误看的情况发生 记者许多一带许的采访报导